五類的題目裡面到底能夠學到什麼 其實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類裡面其實最重要就是基本函數 和這個格式設定的能力 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你熟悉的話 未來你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 其實當然會相對的比一般人來的更輕鬆 我發現還是很多人在畢業之前 對於事業不熟悉 你在職場上面 人家很快可以把事情處理完畢 可是你卻還在那邊慢慢的塗髮鏈剛完成 當然會相對的你會花的時間比別人還要更多 相對效率當然是差很多 要怎麼樣提高工作效率 第一個很多人想了解 第一個你要先對Excel的基本函數 所謂基本函數就是那些最簡單的 包含最常用到的不外乎就平均 不外乎就是加總 你要算哪個最高分最低分或諸如此類的 當然還有更多這些最基本的 可是Excel裡面不只是只能做這些事情 當然還有更多 那些就是所謂的在進階的函數 那進階函數裡面當然你如果會的話 很多事情也不需要塗髮鏈剛 其他的話當然還有有關的格式設定能力 比如說你可以針對一些資料給它不同的樣式 讓它很快一目了然 因為當然相對的看數字或看文字 遠遠不及於看圖表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你今天希望可以做出的效果 我們來秀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第一個打開那個我們的練習檔 練習檔的話基本上就是解壓縮之後 我把這個下載區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裡面開啟102 102裡面的話就EXD01這一題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反正這邊這個格子就是你要做的 它的要求就是請你幫忙平均 那它有一些題目要求 再來就是趨勢圖 所謂的趨勢圖就是在儲存格裡面 告訴我這個學生他的成績 到底是越來越好呢 還是越來越差 那這個越來越好越來越差 請你用圖表的方式給我看 用圖的方式 這個儲存格每一個儲存格就一個圖就對了 那最後的話呢統計一個總成績 就是會需要一個圖表 我們秀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類似這樣子 做完的結果呢 一請你把學習成績算出來 除了算出來之外呢 你必須在前面加上一個 如果它是及格就打勾 如果不及格就打差 另外的話呢50分以上到60分之間呢 就用驚嘆號 所以這裡我如果希望除了把成績算出來之外 還要能夠在成績的上面呢 馬上可以做出一些小圖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題目啦 題目裡面的要求 那這個其實就是把成績做平均 那平均的話呢 這個當然也做完了 結果裡面會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是Average 那另外一個是Round 這個是平均 這個Round的 是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 OK 所以會用到兩個 再來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趨勢圖 這個趨勢圖 你會發現這邊總共會有 5個柱狀 其實這5個柱狀 指的就是這5個東西 那可以從趨勢圖裡面看到這個學生 你會發現他第一次低分嘛 第二次高分 在第三次他又低分了 日常考察又低分了 所以他第二次又第二次比較高分 那他還有一個最後的結果 紅色的 那我們如果希望能夠利用圖形化 表示他的成績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把這個趨勢圖做出來 所以這題基本上吧 就是考你會不會兩個函數 一個是Average 一個是Round OK 所以你等一下請把這個題目 稍微看一下 那題目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在雲端上面 你就把它往下捲動 我都放在雲端上 這邊的話呢 第一題 使用Average函數 針對這三個 你就把這個敘述呢 變成我們要的公式 這個就是基本的函數能力了 我想如果你會很快 又把事情解決 但是不會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的 尤其像我要算各位的成績 如果不會用你Sale 我想你們這麼多的成績 不曉得要算到民國哪一年 而且我還很有把握著你們每一個成績我都會放在雲端上 所以之前有同學打電話來問成績 我馬上可以看 因為手機一打開 你們的成績都會在手機上顯示 因為現在有Google試算表嘛 雲端上馬上我一打開 我就可以知道你的成績到底也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是一般 第一個就是基本的函數應用 第二個呢 趨勢圖 那趨勢圖怎麼做 他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再來的話設定成績總表 那所謂的成績總表就是說 他最後希望呢 你在做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前面的成績總表 這邊成績的計算流程 那你要讓一般人知道說 原來你的學習成績 總共會有四個部分的成績 那四個部分成績呢 這一題當然主要是做這個圖出來 那這個圖是從哪邊做出來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個 有個插入的面板 這個面板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SmartR 這個SmartR裡面的話 上題目裡面有提到 就是要找到這個SmartR的話 那你要找到那個SmartR到底哪一個 看你可能要看哪一個比較接近 那題目當然有說 到底是什麼循環圖啦 或什麼的 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基本上喔 應該這個還蠻像的 那你要怎麼樣剛好做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把題目打開 好 練習檔打開 然後呢 先試做看看 那待會呢 我們也會把那個這個題目呢 怎麼樣把它做出來的 這個過程喔 跟各位做說明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當然這些題目主要就是熟悉Excel OK 所以以後這些題目呢 你可以 至少不要說對Excel非常陌生 因為未來喔 根據統計啦 在職場上喔 用到的應用程式裡面 用到的機率最高的 用到的時間最多的 都是Excel OK 所以基本上以後如果你當然喔 你會有機會做一些行政工作的話 呃 這個 需要最熟的啦 以目前來看喔 還是Excel Excel裡面當然最需要了解當然就是一些基本函數的應用喔 跟一些格式的設定 好 所以像剛剛這一題喔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題目要的這個要求的題目喔 把這個這個功能需求把它做出來喔 試試看喔 呃 這個題目的部分 那它第一個是要做什麼呢 做那個平均Average喔 把那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跟日常考察有沒有 做四次的平均 所以呢 這裡當然第一個你要會使用所謂的Average函數喔 這平均函數 第二個的話在用Runk函數呢 取到整數位 因為它有小數點 平均之後會有小數點 可是不要小數點 那用Runk來做喔 那做法上第一個啦 你參考函數裡面呢 你要先去找到有關那個平均函數 它的位置基本上呢 平均就是在統計裡面 所以在統計裡面 你可以找一個Average 這個 Average 這個 這個函數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那你要哪個範圍的平均 那我要第一次到日常考察 所以你可以用選取的方式 選取完之後第二到G2 這個就是範圍 它就幫你把這四個成績 平均完之後放在這裡按確定 那結果的話呢 當然這地方呢 呃 理論上這個 這個理論上應該是有小數點啦 如果說有小數點的話 你希望把小數點變成整數的話 因為你現在如果向下填滿喔 其實向下填滿是這邊空點可以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填滿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取到小數點的第二 小數點把它去掉變整數的話 第二個你可能需要再把Average函數 做出來公式再減下來 那減的時候特別是不要減到等號 減下來之後 再插入一個 就是取那個整數的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的話就是說 它的位置是在那個數學與三角裡面 那它放在的是R開頭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它是R開頭的那個RUN的函數 所以往下找你可以看到一個RUN 那這個RUN的是四捨五路啦 就是說看你要取到第幾位 第一位的話 你後面那個參數就給1啦 一直類推 那有個RUN DOWN RUN UP 顧名思想RUN DOWN的話是無條件捨去 RUN UP是無條件進位 那我們用RUN的函數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把剛剛減下那個公式貼上 Average這一個 OK 然後呢 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 那因為呢 如果是1就是第一位 2的話就第二位 那整數的話是多少呢 其實整數輸入0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會把81.5 自動幫你四捨五路之後變成整數到82 OK按確定 好做完之後的話把它向下填滿 完成第一個部分 那當然因為我剛剛有做了一個就是 增加小數點 所以把增加小數點這個格式去掉 這樣的話就會看到是最後我們要的結果 一定是要一個整數就對了 所以公式在這裡 OK第一個 你會不會使用Average跟RUN的 我剛剛是先做完Average之後 再減下來 放在RUN的函數裡面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他要我們做什麼 其實要把這個 第二個題目是做趨勢圖啦 不過我建議先跳到第三來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第一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 他是希望如果你及格用打勾的 如果50分以上到60分以下 就是驚嘆號 如果是小於60分 那就是XX 如果說今天我希望做出這樣的圖示 所以這裡大家有提示 請你幫我用什麼符號裡面的圖示集 那怎麼樣做這個圖示集 我覺得這圖示集還蠻不錯 蠻棒的就是他好處 一目了然 你也不用看數字 可是要怎麼樣把這個圖示加上去 一樣先把這個範圍選取 選取 目前是選取啦 如果沒有選取 你就是從上到下把它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圖示集 在這邊 OK 將來的話 記得從這裡找一下圖示集 那當然這邊當然有預設會有一個 已經有我們要的 不過呢 它的條件似乎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直接圖示集裡面點這個選項的話 你會發現它目前的設定跟我們要的好像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它好像六十幾分是驚嘆號 七十幾分以上才是打勾 OK所以不是我們要 那怎麼辦呢 在這個圖示集的下方會有個其他規則 你一樣可以找到這個指標 然後呢在這邊做設定 那設定的方法特別注意就是直接從圖示集裡面其他規則 一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這個圖示集的樣式 一樣找到這個打勾的 跟叉叉的 它驚嘆號 那底下可以讓你去設定 設定什麼呢 類型記得 本來是百分比 比如說它這個預設是百分之六十七以上是打勾 百分之 就是33以下才是打叉 不過我把它改成數值 如果呢它的分數是六十分以上 所以這邊輸入六十 六十分以上是打勾 表示幾個 那如果五十分以上呢 表示驚嘆號 除此之外就是XX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喔 這個效果馬上就做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五十幾分 剛剛是不是我看一下 剛剛有其他規則 如果效果不對的話 你回頭看一下 這個地方 一一樣是選這個 二呢 記得改這個數值 底下這個可能剛剛沒改到這裡 兩個都要改 OK 那這邊的話一樣是六十 這邊一樣是五十 可能剛剛這個數值沒改到了 按確定 看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效果就做出來了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還有趨勢圖 跟後面的圖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做完第一題跟第三題 再來呢 我們分別再來完成 題目裡面要的第二題 趨勢圖 他說要在這個範圍 I2到I31 其實就是趨勢圖的那個欄位 他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第一次到第三次 日常考察學習成績 總共五個欄位 裡面的資料做一個什麼 直條圖的趨勢圖 走勢圖 那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游標先放在這個位置 趨勢圖 那這個趨勢圖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找一下 插入這個圖裡面 就有個直條圖 實際上就在這裡 OK 基本上他要我們做的 其實就是這個直條圖 所以你找一下面板 這個面板要稍微切一下 再往這邊找一下直條圖 找到之後的話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範圍是在哪個範圍 這三 這五個成績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從D2到H2 這個是我要的範圍 請你幫我做出那個趨勢圖 放哪裡呢 放在I2 這個儲存格裡面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我產生 我要的趨勢圖 不過呢 預設的趨勢圖 他看起來沒有彩色的 所以怎麼辦呢 題目裡面 要我們把它變彩色 那變怎麼樣的彩色 題目有說 就是 套用走勢圖樣式 走勢圖裡面有樣式 其中的彩色 那這個頸的話是 等於是LUMBER LUMBER6 第六個 OK 另外的話 標示高點跟最終點 意思就是說呢 最高分的 跟最後面 就是學習總成績 用不同的顏色做標示 那這個地方呢 有兩個部分怎麼做 一 先給樣式 樣式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樣式兩個字 有沒有 意思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要的樣式 那彩色在哪裡呢 基本上 你把它展開來 這一個群組是 應該是叫聲多少 叫聲多少 其中的話你可以找到 最下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 走勢圖樣式 就是後面加一個彩色 然後第幾個呢 其實它從第一 前面這個是第一個樣式 最後一個就是6 OK 所以LUMBER6的話呢 基本上點擊這個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它要的這個樣式 再來它要標示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要標示 其實就是這個顯示 那顯示哪一些呢 最高點 有沒有 最高的 然後呢 最後 它好像還有一個最後點 最後那個學習成績 所以這兩個呢 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樣式 高點 你會發現 最高分的 最後 就是學習成績 它會用不同顏色標示 那做完之後呢 其他成績怎麼辦呢 你就向下填滿 不過特別重要 向下填滿在Excel裡面 有幾個方法 直接呢 在空底上點兩下 不過這一題 如果是圖 不能夠快速點兩下 它不會自動填滿 剛剛這個可以啦 剛剛這個地方 因為好像有些同學 還不會自動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右下角的空點上 點兩下 那什麼時候點兩下呢 當白色的十字 變成黑色的十字的時候 快速點兩下左鍵 就是所謂的自動填滿 但是在這裡不行 因為它是一個圖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按住不要放 白色變黑色 按住不要放 往下拖拉 到最後一個列 把它放開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很快呢 其他的成績 你會發現每一個人的成績 他都會用圖形的方式表示 一看一目了然 就知道說 哪一個人最高分 大概是哪一次月考成績 然後呢 最後的成績的話 會用紅色的方式來標 其實就一目了然 那當然一般習慣 如果叫你看文字跟看圖 那你會喜歡看圖 當然看圖會一目了然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利用趨勢圖部分 先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所以第二個部分完成 再來等一下呢 第四跟第五是要做什麼 做那個所謂的SmartR 這個SmartR在PowerPoint裡面也有 在Word裡面也有 其實在Office系列產品都有 都可以做出圖形化 那它基本上做出來 就類似像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 不過它是黑白的 當然它裡面有相關規定 那我們就要按照這個相關的規定 分別把它完成 裡面比較重要的是 SmartR的哪一種樣式 發散新型圖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樣式 叫發散新型圖 而且要變更它的色彩 因為你加了那個SmartR那個之後呢 它顏色不是彩色的 它希望變成彩色的 輻射 而且呢要有光澤 上面的話要有立體的光澤 然後再來的話分別呢 把這個新型圖呢 上面輸入一些文字 然後呢修改它的什麼呢 它的字的大小 11 然後呢 字體的話呢變微軟正黑體 然後再分別完成 總共十